我出生在中国最边缘的新疆 然后受教育在山东工艺院 我读壁画专业 壁画是有很多的国画的课程 书画过程 所以说我经历了最传统的这样一个训练 在德国过程中 我关注他们的宗教、哲学 以及就是时尚的一些文化 对我当时也是启发性巨大 99年来到美国之后 我就专心就说 开始把水墨的这种语言和传统媒介 就转换到西化的材料上面 我用人们最熟悉的、最鲜浮的 与我们的文化有直接联系的文化语言 和文化语言激励以及背景 来展开就是欲望风景的一系列的这种表现 我会用后现代这个水墨去呈现 欲望风景里面一些细节的激励创作语言 把西方绘画的语言和媒介 就是转换到东方绘画的这个语言和媒介上 媒介重新制造 转换成一种就现代人的一种审美和它的功能性 比如说颜色我用咖啡喝茶 茶是一个东方人的一种精神元素 喝茶提神 那西方人喝咖啡它也是一个提神器物 这样一个作用 我把它融合起来作为一种材料媒介 间接传达就是人们的这样一种精神资源和一种状态 当代人它有当代人的一种价值观 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诠释的方法 语言和一种形式 它不应该还仍然沉迷在所谓的传统的 什么有彩与布的关系 墨与纸的关系 善与水的关系 或者是一种所谓的自然的结构 和一种传统的一个思维结构上去 我觉得这些东西这是当代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